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周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選戰最後倒數兩天 最後大吹票 今天蔡英文直接吹票 他說希望大家讓他更有力量 維持台海和平 曹新城董事長也在臉書吹票 他說票投國民黨事實上 會引進共產黨 同時高宏安的助理費的 相關的案情還在延燒 但是新竹兩股政治力量 正在PK對決 事實上新竹跟桃園 跟台北市的棄保大戰 究竟會不會發酵 直接連動著兩天之後的選情結果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變化 我們待會兒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尚一夫 大家好 再來是吳坤玉 大家好 再來是王志盛 大家好 再來是張藝善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再來是康仁俊 大家好 創夏 剛講到最後兩天氣保效應會不會發酵 以及事實上所有藍綠白都在動員跟吹票 那這一個最大吹票機當然是蔡英文 蔡英文的臉書跟LINE是不斷的發文吹票 你怎麼觀察最後兩天的政治跟吹票 其實選舉通常到了選到這個最後48小時的時候 所有的動作都是在做最後的一個收割 就是先前的所有的開始佈局的或什麼的吹 吹票 號召 掃接 電話拍票 電視廣告 在這個時候如果還出新動作的人 證明了一件事情 他的陣營是比較焦慮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現在是蔡英文和英系 在這場選舉裡面特別焦慮 所以我在中午12點05分的時候 又收到蔡英文的LINE了 LINE裡面有90秒 蔡英文非常堅定非常嚴肅 說讓我可以在剩下的戀情 有更大的力量保衛台海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蔡英文是多麼焦慮 那為什麼蔡英文這麼焦慮呢 因為這場選舉當然是關係著後面的整個政治佈局 首先英系現在壓力最大 而整個新潮流還有信奈台灣這個系統 他們穩賺不賠 因為在這場選舉裡面 不管是提名或選舉 他們沒有主導權 但是他們也沒有阻礙 所以到處逛結三元 所以新潮流和賴清德穩賺不賠 而國民黨不會輸 所以國民黨不會輸是因為國民黨現有的 目前的機率他們丟掉的可能性很少 那剩下的幾個核心的關鍵 不管是台北桃園還是新竹 原來就不是他的 所以他只要拿下來就算是雲 而整個民眾黨的壓力特別大 民眾的壓力就是新竹 如果新竹能夠拿下來 但是拿下來的時候就有一個困局 這個困局是什麼 柯文哲本來以為他是新竹可以當房東 但是現在是郭董的願望 宣董站在旁邊相挺 所以柯文哲會不會從房東變成房客 然後後面會不會影響到2024 他的那張門票票值開始下跌 甚至股值會下跌 所以對整個這是大局勢 可是就回來了 那蔡英文他們壓力大 所以他們重新再打出兩張牌 一個叫做抗中寶台 另外一個就是蔡英文一開始就問你說 你買車票回家賣 就是催年輕票嘛 所以你就看到他們又開始打這兩個狀況 可是抗中寶台這張票 在2019到2020的時候非常有用 但是今年你會看到效應沒那麼強大 為什麼沒那麼強大呢 第一個2019因為香港有仿勝中 然後看到習近平的這樣一個凶暴 所以大家害怕那害怕之後亡國感特別強烈 可是這兩年下來了亡國感 其實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對台灣一定不會放手 可是美國也來啦 日本也來啦 所以大家會相信我們是跟台灣安全是國際化 台灣的價值是國際化 跟一年前兩年前完全不一樣 然後再過來一個狀況呢 就是年輕人這一次的手投足有71萬 就是71萬已經是歷年來 每次選舉最少的一次 因為出生率少只化越來越少了 所以71萬的手投足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見排隊買車票 返鄉專車 要回鄉投票 這代表著手投足也沒有這麼強烈的意願 所以現在讓我們回來看 那整個蔡英文這個英系出了什麼問題呢 我們可以看到歷年來20年來各種選舉投票裡面 那個整個政黨支持度最後得票率的一個分析 其實你會看到其實藍綠 本身就是台灣的雙塔 這個雙塔裡面大概基本結構 雖然平常對政黨的印象是不好的 可是你會看到基本上大概是一個平衡的執行 除非出現重大的人物 重大的事件 比如說當時在2008年的時候 一位前友紅山君 有陳水扁 然後馬英九成為泛男的救世主飆上去 但是後面出現了太陽花 整個就往下掉 但是後面2018的時候出現一個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又往上衝 但是韓國瑜後面那種繞跑 韓流 又讓蔡英文飆上去 所以起起伏伏他們其實都是整個得票率 你就扣掉這些特殊因素 雙方的整個差距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差不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今年又沒有特殊的人物 又沒有特殊的議題 所以又回到平盤 但是回到平盤裡面呢 整個民進黨都一直忽略掉 一個他們最大危機 所有的民調裡面政黨支持度 國民黨很廢 然後民眾黨很沒有用 他們大概一成兩成而已 但是民進黨沒有在三成五以上 那代表著有生日程的人 中間選民已經累積了很長久的不滿 而這種不滿跟抗中保才沒有關係 防疫也沒有關係 所以呢就是內部的問題 內部的裡面那麼多事情 他們都覺得你沒有處理 那聯金票呢更受到影響 聯金票受到哪些影響呢 首先打疫苗的時候 我排在最後 那學生就有壓力 然後呢30歲左右的年輕人更有壓力了 我出社會我每天在外面跑 我的小孩可能是幼稚園以下 他們的疫苗呢 然後後面就會再爆發 又是高端的事情 又是日本不接受高端的事情 這些的狀況不斷的出現 他們覺得他們生活是不滿意的 所以他們會流動 那流動的過程中 你會看到是討厭藍綠 所以黃珊珊插了票源 一直鞏固在這邊 問題是他們的投票率一向偏低 而且這一次呢 你的抗中保台 不會像上次一樣可以號召回去 所以整個情況 而這個裡面呢 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長期以來 我們的縣市長的投票率 大概6成5到7成之間 其實6成5到6成8 超過7成都很難 那先前的時候很冷 冷的時候大家就預估 投票率會偏低 甚至有估到6成2之下 但是最後這一兩個月 一兩個禮拜 整個議題又起來了 這裡面起來的話 當然新竹高宏安的事情 是拉高了大家的關注度 然後另外呢 還有很多的外圍的 其實就是從先前的時候 剛開始所謂的 講萬安他爸爸的事件 大家開始關注 整個這種變動 到現在為止呢 又有衛福部長薛瑞源 衝在最前面 引起了很多的吹票效應 所以投票率目前看起來 又會回到正常的水準 6成5到6成8之間 就2020的總統大選 那一次的選戰投票率 拉到70多% 事實上拉到75% 是比較少數的 但是過去幾次的 這個九合一的地方選舉 事實上投票率都是不到7成 然後以前一次來講是68% 那我請教一下仁俊 今天我們也特別整理出來 過去20年的藍綠的版圖 比較鮮明的其實是過去這三四次的選戰 2016年民進黨大贏 但是2018年民進黨大輸 緊接著2020年民進黨大贏 好這中間的得票率事實上是差很大 但是國民黨的節奏剛好是對稱的相反 所以國民黨的節奏是 上一次的地方選戰是大贏 但是總統大戰事實上是大敗 藍綠基本上有點像在跳探狗 或者對選民來講 可能每一次的選舉 如果我今天用選票教訓了一個政黨之後 很有可能在下次的部分 會把這個選票移轉過 所以看起來藍綠在這一次的選戰裡面 為什麼對於各自的基本盤 都沒有那麼的有把握 甚至你看多數都還是認為說 所謂選情相對冷 我認為這個冷的這個字 對於藍綠陣營 尤其像這種有基本盤的陣營來講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因為它代表了不是中間選民 對於這個選舉有沒有高度的熱情 而是在它的基本盤 認為它一定會出來支持的這些人 它反而相對的冷淡 那這個冷淡其實尤其發生在民進黨身上的時候 其實在民進黨的這一次選戰裡面 你會發現到它的主軸一直在改變 民進黨在原先的這個 所謂的六都參選人裡面 事實上尤其以北部來講 北北基桃竹苗 這個地方 他們最先打的策略是打人格特質 也就是他們希望主打民進黨的每一個參選人的強項 但後來發現到這個部分沒有辦法引起共鳴的時候 他開始打什麼打區域聯合 也就是北北基竹桃 他們希望綁在一起 那你現在看到這一段時間呢 尤其最近這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們打的是整個黨了 告訴你講說只有地方跟中央 所以他把盤越拉越大 但是相對的來說 當你盤拉大 可是如果你的整個面拉到這麼大了 可是你基本你的這個所謂的票 並沒有像你預期的時候 那麼凝結的時候 就代表其實他出現了一個鬆動的危機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抗中保台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什麼事件會讓民眾高度的 會聚集抗中保台的這個想法 就是當老共有大動作的時候 這一年裡面老共最大動作是什麼時候 就是裴洛西來台 裴洛西來台的時候 老共的還台軍演 結果台灣有沒有發生 天翻地覆的一個大轟動 其實沒有 那時候民進黨 其實我認為他那時候研判錯誤了 當民進黨的人在台上 告訴大家講說 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時候 他可能一部分認為說 台灣人對他是有信息 可是是不是另外一部分來看 其實台灣對於這個 所謂的兩岸的部分 會不會成如剛剛創下所講的 如果今天全世界各國都不挺我們 你講抗中保台或者凝聚這個恐懼感 或者是亡國感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那真的不能發生戰爭 我真的要撐 但是如果今天各個各跟你講說 不用擔心 那你覺得這些所謂的支持跟承諾 會因為不是民進黨執政 而我就抽手嗎 我覺得這是為什麼在這一次裡面 反而抗中保台 沒有激起太大一個效果的一個原因 你的意思是說這個社會會 如果總統換不同人 然後老共射飛彈 美軍要不要表態 對啊 第七艦隊要不要開過來 那日本要不要say bye bye 航空母艦要不要穿越台海 航空母艦會不會因為換一個市長 換一個總統就不穿越台海了 第七艦隊的司令 究竟怎麼看待台灣的價值 所以當這些當國成為一個國際議題的時候 可能對於民進黨來講 當然一部分他可以講到就是說 說因為美台之間是因為民進黨的努力或者是什麼 可是對於民眾來講 我就講當你在這一次的飛彈發射的 那個環台的過程當中 民黨出來講說台灣人不是被下大的時候 另一個方面的解讀 可能這個牌其實你到現在 尤其在現在你有沒有發現到 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老共除了他的二十大的那個 在那裡要講台海問題之後 他基本上沒有對台灣的問題 用言語太多的琢磨 所以他沒有辦法激出那個民進黨 原先預期的那個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提到就是說年輕人 民黨在這一波打的叫做什麼 叫做18歲公民權 我想曾經也有人認為就是說 18歲公民權他其實沒有太大的突兀 也就是說沒有人敢在檯面上 會說我要反對嘛 所以沒有被討論的空間 可是相同的來說 就當你今天推這個所謂18歲公民權 當大家表面上都告訴你OK的時候 卻沒有反應在創下剛剛所提到的那一個 年輕人大量的反鄉潮 甚至我們光看一個過去在選戰 尤其像這種大選戰裡面 上一次的選舉大家記憶都還有吧 那時候就講說什麼反鄉專車 或者是什麼火車票價要不要怎麼樣去處理 在今年反而連執政長都沒有 所以他其實換回來看是 不只是年輕人有沒有高度願去投票 甚至你看大家會仔細講說國防部連投票的這件事情 甚至都跟你分階段 是不是代表就是說可能民進黨反而認為 年輕的這一塊其實對他來講真的全部上街了 對他不見得是有利啊 所以我乾脆是不是在某部分裡面會讓民間會覺得說 你其實跟過去的政策跟想法都不一樣 前兩次的投票裡面你們很鼓勵年輕要回家返鄉啊 但現在如果連最基本的政府可以給的誘因都沒有出現的時候 那當然會讓大家覺得說你在這一塊沒有原先 之前那兩次來講那麼的有利啊 那所以相對上你就會這個走到一個各自動員 基本盤跟鐵票的戰略跟路線 因為你的空氣票中間票年輕票 事實上雙方都動員不到 是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其實藍綠在這個事件上面 在這一次選舉裡面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在所有的造勢場合裡面都打聯合區域的競選造勢 也就是我在一個特定的地區裡面 但是我把北北基桃全部往這邊拉 那這裡面的這種所謂的聯合造勢 你告訴我說這裡一個場子集了兩萬人 那這兩萬人到底是北還是新北 還是基還是桃還是竹 你很難去看 所以這個場面的熱烈 其實我們過去看過很多的選舉場 當你所有的椅子擺定位 當你所有的區塊空出來是一塊空的一塊什麼 你就知道那個叫做動員場 不是所謂的人的熱烈的這種志願區的這個場合 那所以現在可能對於藍綠來講 我認為在這一次的選戰裡面 您剛剛特別提到 在過去兩次選舉裡面的藍綠的版圖的大翻轉 我們畫面再看這張圖 這張圖事實上顯示有很大一塊族群 他在這一個選戰的不同的議題方面 他顯然有明顯的不一樣的投票傾向 是 就是說呢 有很多人可能2018年是 並沒有投給民進黨 而是投給國民黨的 但是他在2020年選擇投給民進黨 但是相對的 民進黨在2016年大勝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絕對強勢過半 可是呢 到了2018年的時候 他總得票不到四成 那換句話說 有十多%的投票人口 他是可以兩年之內 他就改變他的投票意向 那以現在的這一個 曲線的那一個缺口來講 搞不好這塊盤是不斷的做大 而且越來越大 而且他是隨著時間議題人選 以及當時的時空環境背景 而有所調整的 而且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我們在投票意向改變的那個基期 其實被大幅度的壓縮 兩年等於是 我們現在就是兩年一次選舉嘛 那兩年一次選舉 卻讓他的盤可以完全的翻轉過來 而且再來就是說 您剛剛特別提到的 就是那一塊的那個部分 事實上如果從這張表上面 那一塊的游離 反而會造成整個選舉的翻盤 所以他其實衝擊到跟壓縮到的是 原先在藍綠各自認為的所謂的 不管你是什麼48比52 或是你的盤到底是怎麼樣算 其實他已經把你的盤大幅度的壓縮了 也就是台灣的民眾對於深藍或是深綠 這樣的一個深自備 他願不願意再做這個角色 還是其實他其實可以接受 就是說我在不同的議題 跟著不同的時空 甚至根據不同的人選 而我決定我要去投票跟轉動的一個對象 兩年的這個轉換 其實你如果看這張圖 在2010年之前 基本上那個版圖的變化 不是那麼的劇烈 也就他其實會有小幅度的波動 但不會大到像後面這樣成為一個菱形 菱形的這樣一個大幅度的轉變 所以這種激起的改變 其實我認為對於政黨來講 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警訊 但是我覺得對於現在的民進黨來講 這一次你的原先最有利機的叫做抗中保台 而且他的空中保台打的不是只有打共產黨而已 他一樣連打國民黨 可是這個牌現在看起來在這件事情上面 光他打北市的蔣萬安 光這個部分 其實還有打桃園的張善政 看起來並沒有在選這個選前的時候 引起夠多檯面上的這個回想的時候 我想可能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就真的必須去思考的是 接下來的這種所謂意識形態的東西 還能夠在選舉裡面佔有多大的一面 好 那我請教一下易富 你怎麼觀察選戰現在的發展 最後關鍵的兩天 那當然北台灣有幾個地方 選情非常的激烈 包含了基隆 新竹 那台北跟桃園 我覺得基隆跟新竹這兩個地方的變化度 讓大家真的有一點摸不著頭緒 看不太清楚 因為這兩個城市裡面的人口數都不算多 所以你有小優勢 並不代表你能確保最後的當選 因為小優勢裡面就是 可能是幾千票的翻轉 就整個選舉情勢就不一樣 那基隆的狀況目前為止是雙方都很緊張 它是一個麻花在捲的狀態 所以基隆 國民黨認為他們有機會 民進黨認為他們有機會一搏 因為捲得像麻花 所以基隆這一個地方呢 可能大家要等到20 就等到26號開完票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小書小儀你就很難判斷 那新竹是讓我們覺得最吊詭的地方就是越看越看不清楚 尤其是國民黨的基層 國民黨基層在余邦彦副議長去挺公安之後 許修睿跟著余邦彦出現在直播過程後 其實國民黨的基層是很分開的 所以國民黨的基層到處在寫一些留言不斷的轉傳 就是說國民黨的基層支持者不能再噤聲了 不能再不講話了 對於這種背叛的行為不能接受 然後甚至於說到說 這些人原本就來自於西明義的問政的聯盟 謝文進那時候議長做串的怎麼樣 當初是整個去拉去了支持的 2014年是支持林志堅 2018年謝文進出來是跟林志堅對幹 然後這散掉以後就跑去許修睿他們就加入國民黨成為議長等等 所以一直就在批判他們 其實他們的忠誠度本來就有問題 但這一次的背叛基層很憤怒 要求國民黨的支持者甚至於那裡面的留言都把 呃余邦彦服務處電話 許修睿服務處電話什麼都都寫上去 希望大家打電話去抗議 那當然這一部分你群基層裡面如果的他的憤怒 他會把他的基本盤的凝聚性會拉高 哦 所以說大家憤怒嘛 然後就會 整個的群聚的情緒會回國民黨要鞏固林根人 那表示這一批人事實上會同情林根人 對然後他們痛恨背叛 哦 所以啊 然後另外他就是還有一個就是呃林根人的 剛才創下講了表現出一種我就是要站到底的那種悲狀 還有一種叫做同情票 哦同情票他是被出賣者所以有人同情 那另外新竹裡面最特別的一個啊 我跟創下都在談就是說女人撐起半變天 對 不要忽略女性的意志力跟能力 好現在前台是兩個女生一個叫高鴻安一個叫沈慧紅 但高鴻安現在大家感覺他背後有一個人叫做郭台銘 有一個人叫宣明志 然後沈慧紅的背後有一個人叫做林志堅 有一個人叫柯建銘 嗯對 當然他這是一個背後的支持力量 但是女性對高鴻安是不欣賞的 甚至於可以說討厭的 加上性貧事件你沒有幫你的女助理講話 那種仇恨值是拉高的 嗯 那你就知道呃女性的意志力強烈 拉著老公不准投票 拉著男朋友出去旅遊 哈哈哈哈 而且理工的男性對女性通常沒有抵抗能力 哈哈哈哈 原本你有沒有想過原本要支持高鴻安的 被老婆的強勢拉走呢 嗯有可能喔 有可能啊 那這個效應會多大 也很難估 哈哈哈哈 然後你說呃 高鴻安背後的郭台銘 那郭台銘25號會不會出現 郭台銘現在在忙富士康 富士康還在暴動 那個沒贏啦 現在都宣明志出來 宣明志在新竹裡面 他讓科技人已經選民 的觀感是好是壞 這是一個很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你很少看過台灣的選舉 有一個商人是可以在那邊操弄的 你很少看到 我就不懂說新竹縣市的選民對這樣的操弄 會不會產生一種厭惡感 會不會產生一種厭惡感 那當然 那柯文哲跟薛明志以前 薛明志有事沒事 以前也會到老科辦公室啊 其實也不是不認識 那其實到了政治上面各自為主 各自有他的陣營要顧的時候 當然這個廝殺並不會 並不會手軟 那當然 柯建民當初 呃柯文哲講了一句話說什麼 新竹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你看他昨天的時候跟黃三世上節目 還影射說有100億土地的案子 我說影射殺傷率最強 這個東西會讓年輕人裡面就是反綠的人 就是要支持高王案去要是不是有這回事掀開 那是一個讓年輕人要投高王案的 其中一個理由 那年輕人呃就剛才說的換不回來了 好換不回來今天坦白說一句話 林志堅的論文案讓年輕人跑走多少 那林志堅是哪裡的 新竹市市長 所以他的年輕人的效應也拉不太回來 所以現在整個看起來 林志堅最亂 對如果說林根人的基本盤沒有奔 大概兩成五三成沒有奔 那勝負就真的很難很難去預料 那新竹搞不好開到最後差距很小 對我們的女性同胞的意志力 撐起半偏天的能力 到最後有多少效應 他又是一個指標 到最後郭台銘沒有出現 那是不是可以解讀成郭台銘一輩子最痛恨的貪污 對高王案有意見了 所以他整個解讀下去對整個的選舉 他都會發生變化 那這個變化到底效應有多大 我就說現在真的很難估的出來 很難估的出來 那這裡面如果很難估的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只能說一句話 選情的變化度還存在 誰勝誰負 還很難預料了 那另外兩個真正的戰場 事實上是台北跟桃園 台北跟桃園事實上 現在看起來的選情 反而受到新竹的議題的攻防 事實上他在文宣跟媒體的版面上面 都有被邊緣化跟排擠的效應 的確是這樣 就以這個節目來說 我們討論新竹多還是討論桃園多 新竹多我其實只有這兩個禮拜 這個禮拜才討論選舉 我上個禮拜還在拜席會 沒有上個禮拜拜登比較重要 對但是你一談到選舉 其實很多的時間被占用的 都是在討論新竹嘛 因為新竹的劇情 一波一波又急 又複雜又悲情什麼 整個摻雜的要素太多了 那台北跟桃園 基本上摻雜的要素 已經是僵化 要嘛台北就是仇恨值高端疫情 疫苗整個的問題 但是相對來看 但是在英文跟賴清德這幾天 都拼命而拉台北 我覺得一定是台北 這幾天來拉 中間選民 其實決勝負的是基本盤的鞏固 再加幾層的中間選民 那大家抗中保台 其實對民進黨來說抗中保台 基本上他的效應呢你說除了基本盤以外 外衣的效應的強度 其實很弱 人民已經疲乏 疲乏了 所以抗中保台 然後你催年輕人返鄉 就剛才講的 高鐵也沒有搶票 台鐵也沒搶票 都沒看到搶票的情形 然後 以前哥大學裡面還號召返校 三車怎麼樣 你這一次全部都看不到 年輕人對民進黨來說 從疫情的疫苗施打順序的整個過程 一直到臨時間的論文案 早就已經對民進黨 離心離得著離開了 這已經換不回來 換不回來 所以在這一場選戰裡面 當不管是台北跟新竹 失去年輕選票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所面臨的狀況 是比較掙扎 如果抗中保台 這張牌有用 那不對啊 那我們應該看到是國民黨掙扎 不應該看到是民進黨掙扎吧 那為什麼 我們看到的這幾個激烈區 我們看到的是民進黨在掙扎 民進黨是勤全力想要 想要勝這一場選戰 如果抗中保台的效益 有如2020年這麼有用的話 那蔡英文待在總統府就贏了耶 所以不可能 蔡英文的效益跟賴清德的效益 我認為賴清德是相對效益會比較大的人 為什麼 因為坦白說 這個選舉你下來的人 大家看的背後是什麼 對這一個人未來的期待值 所以賴清德是下一個被期待值的人 就2024被期待值的人 所以他可以讓他的期待值去轉嫁 能夠號召基本盤之外 是不是有些人對他有期待值的人投給綠營 所以賴清德的效益比較大 那小英你就是要下來的人了嘛 保你不保你都這樣嘛 你這樣一直唱衰呢 不是啊 票還沒開你就一直唱衰 保你不保你有什麼用 但是賴清德是比較有效益的 就是說他的期待值 那你回過頭來看朱立倫 大家都覺得你2024沒希望了 所以他的期待值走到哪裡 他的影響性期待值低嘛 所以他還有一個對未來期待值的觀感所在 所以賴清德是當然會是比較有效益的一張牌 但是這種累積反律討厭民進黨的效益 賴清德比較拉票比較有效益 但是那個陳述到底是多少 賴清德的期待值對抗討厭民進黨的那一個力道 到底誰會贏 我覺得還是討厭民進黨的力道大於賴清德的力道 雖然他比蔡英文有效益 你覺得現在討厭民進黨的力道有2018年嚴重嗎 沒有 但是一件事啊 2018年還有同婚很多保守派的老票 老人很不爽 2018年那時候最大的差別是人民自己創造了一個選舉的主軸 一一二四滅多少 教訓民進黨跳投國民黨等等 那是人民自己去創造的口號形成了一個選舉的主軸 但是你看到這一次人民並沒有發動 運量出來的主軸 就是國民黨也沒有主軸 民進黨也沒有主軸 那就一個是討厭民進黨反過來不喜歡國民黨 那你這個主軸就醞釀不出來 然後你再轉過頭看到柯文哲 也不喜歡 對他的主軸就醞釀不出來嗎 因為他們的主軸是我不喜歡民進黨 我找一個人要替代民進黨的時候怎麼看我都找不到 所以他的主軸就失去 失去了主軸以後最擔心的一件事 中間選民的投票率低 所以你看各陣營在估台北市 估台北市 剛才都說68%都好怕 現在他們現在估的時候都只能估到63到65 他們台北市的估投票率只估63到65 63到65 因為就是這一次冷 中間選民的熱度不夠 所以他們都預判的投票率會下降 上一次還有68% 我們這張圖追蹤的2018年那次的地方選戰 事實上還有68%的投票率 他們現在大部分估的都是63到65% 所以等於說是這一場選舉的冷 中間選民的投票可能掉了3% 掉了3% 你像新北估的甚至於更悲觀是六成以下 真的喔 新北估的更悲觀到六成以下 六成以下 那桃園大家估的也都還在六成三六成五的左右空間裡面 都是你可以發現大家估出來投票率都是普遍下降 普遍下降 那普遍下降就代表中間選民的熱度不在 熱度不在 拼基本盤喔 當然我們看的那個是大勢的趨勢 但是他是隨著事件的影響在跳動 而且他是不同層級的選舉影響他會在跳動 還有他有時空差異 對 他會在跳動 但你這一次看到的跳動性會不會這麼大 就是說他可能維持的是2018年稍微修正的跳動性 就是差距不會太大 差距不會太大 你認為藍綠差距不會太大嗎 不是我說跟2018年的那個修正值的他的差距 他的差距應該不會太大 就是國民黨依然還會贏的比較多 國民黨依然還會贏的比較多 你認為國民黨的總得票會贏的比較多這樣 比民進黨多 但是他應該是不會超過2018 因為2018那時候韓流所引發的那個已經是鼎盛了 已經是鼎盛的狀態 國民黨今年也沒有政治明星 對 而且2018年的年輕選票幾乎都在國民黨那一邊 都在國民黨2020年就跑到了蔡英文那邊去 那這一次年輕選票並沒有大部分的要跑到國民黨 所以他的修正就是說他會有一個修正 但是國民黨的總得票還是會高過民進黨 還是會高過民進黨 那台北跟桃園之間的差距到最後 我說國民黨有一個死個性 我常拿新竹跟桃園來比 當有贏的機會你就發現國民黨蠻團結的 當沒有贏的機會你就看到新竹就開始丟包了 丟包了 所以他會有一個有一個他的死個性就這樣 不像民進黨我輸贏我只是要挺我提名的人 他比較不一樣死個性 那桃園這一次他們認為是有贏的機會 所以他的基本盤跟凝聚性就比較強 那台北這一次也出現同樣的狀況 基本盤的鞏固性越來越鞏固 當基本盤越來越鞏固 他的七寶效應當然就會下降 因為都已經回去了嘛 七寶效應他就會逐漸的下降 他的效益會下降 但是他還是有一部分小部分的會流動 但是他的大結構性大概都已經鞏固了 就綠營也大概鞏固了 藍營也大概鞏固了 那就跟剛才講的 那就最後兩天的吹票 吹票 就是說你鞏固你的結構 但是你要真的出門頭 對他到最後就是說我鞏固 但是過去裡面的經驗是 綠營的積極投票度比較高 藍營的積極投票度相對於民進黨比較低 那現在就變成國民黨要去全力的 把自治者的票吹出來 要吹得出來 如果雙方都吹到極致的話 那在台北市來看 國民黨歷次從2014年 2018年到2020年 連勝文丁守中跟韓國瑜有年輕選票嗎 沒有 但是講話很有吧 雖然比不過黃珊珊 但他的年輕選票的比例是高過這三個人吧 所以相對他的基本盤面會比較接近勝選的那一面 你知道他的基本盤面是比較接近 會贏的大概42%到43%之間 他是比較接近的 那民進黨大概三 他的基本盤大概我們在推估大概就3成8左右 他距離基本盤是比較遠的 那到最後 你能不能拿到了真的中間選民或是什麼 去填補那個空隙 去填補那個空隙 但是你剛好又碰到中間選民的冷淡 你又碰到了年輕選票的流失 你剛好碰到的狀況 基本上對民進黨來說會比較艱困一點 好 我請教昆宇 你也觀察了選戰了20多年 你怎麼觀察這一場選舉的攻防 我先回答剛才 回應一下剛才大家都談到幾個問題 大家講年輕選票為什麼會流失 我女兒那一輩不經意去年的時候 聊天的時候聊出來就很簡單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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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我們年輕人都是你民進黨的啦 什麼東西都排最後啦 我們只能打高端啦 我什麼都不能選啊 你女兒幾歲 28 那他去年這樣抱怨啊 對 去年他的朋友就這樣子抱怨 那個就是年輕人的心態 他覺得我們都挺你耶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消費我們 事實上大家看到那個圖上面 那個2014 2018那個事情 那還不只是年輕人 那是一個社會氛圍 年輕人當然是他的代表 那時候就是2014年是什麼 大家都太討厭馬英九了 那覺得說你馬政府什麼東西都是你的 你愛幹什麼幹什麼 沒有把我們人民看在眼裡 我就給你一點教訓 所以一人一拳就把它打成滅門血案 對 國民黨就滅門血案 2018年反過來 對 你蔡英文2016年上來以後 你就什麼東西都橫財入照 什麼一立一休啦 什麼東西啦 一路很多政策 這個也得罪那個也得罪 大家就想要給民進黨一點教訓 然後剛好有一個韓國瑜出來 對不對 超級政治明星 把他給一袋 然後叮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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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打過去 然後一人一口口水就變吐司流 然後那個 這個民進黨壞 我說實來話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啊 這個流動性是這樣子出來 可是偏偏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都沒有警覺到這種流動性的嚴重性 因為如果你有警覺的話 也很多接下來的政策是比較穩定的 對 你不能上午歹 這樣我講白了 說讓人家討厭 厭惡到要把你推倒 就是這兩個字 沒有別的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人民呢 現在台灣人很聰明 他其實在以前 2014年以前 大家所有的預期 全部都是前一年的縣市長選戰 決定了下一年這個總統是誰 後來到2008年以後 這個邏輯不對了 也就是說大家會拿縣市長選戰當出系統 沒有關係啊 縣市長選一選就這樣啊 選敗就選敗啊 給一點教訓啊 然後總統那個時候再來認真嘛 那個真的會出事 總統的當選就會再說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因為不謙卑 就會差200萬票 對 所以總統選戰 所以總統選戰的時候 大家就會比較認真 那是跟我身家性命有關係 那個比較認真 然後這一次 所以大家去討論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這件事情是 中央型的議題 它真正的關鍵 根本就不是我們喊不喊這個口號 有些喊這個口號 關鍵在習總幹事有沒有出手 所以我不叫他習總書記 叫他習總幹事 他事實上是 這樣你懂意思嗎 習總幹事 習總幹事沒有 選舉總幹事沒有出手 對 習總幹事沒有出手 你抗中保台這四個四就沒用嘛 所以這個狀況是很簡單的事情是這樣 而且大家講說這個射飛彈什麼東西 大家有保了 那時候是國安考量 那也沒有話講 那時候也不宜再加油添料 對 可是那個時機過了以後 對不起 那就沒有了 那個時機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打抗中保台 其實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因為也沒有牌可以打了 其實大家都 我覺得民眾黨 除了講萬安比較穩 其他大家都在出怪招 對不對 你看那個誰 高雄安會叫郭董 呼叫郭董 呼叫郭董 我剛剛講 對啊 郭董在忙鄭州 一個頭兩個大 我跟你講鄭州 他的那個總人數 遠比新竹投票人口高 對 他那個場合比他多 那個政報警察要進去鎮壓 兩軍對戰 25萬人 而且郭董到底在新竹 有多少號召力 其實是個問號 我覺得那是心靈的呼喚 你懂得意思嗎 然後 心靈的呼喚 對 就是被 那個 那個戰場上面被打傷了之後 第一個想要叫媽媽的意思 那心靈的呼喚 那個他也沒招了嘛 所以他也很緊張 對 那所以 所以那個感覺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 就沒有主軸 然後亂打一通 沒有主軸 大家亂打一通 然後大家去 然後他的 你有沒有發現 高雄來他們的想法 很接近 老式選舉的 然後那個老法 我到最後搞氣保 然後把所有的 這個頭頭都抓來 你看 他們現在議長副議長 都是我們家的 他議長副議長底下有議員 議員底下有條案 條案底下有選票 所以他們以後的這些票都是我的 對 你不覺得這是很自我安慰的嗎 嗯 對不對 你要知道地方政治是怎麼樣 我打個岔 因為我認為高雄安是沒有操盤跟選戰的能力 謝文進有啊 這可能是謝文進 對啊 這一個宣明志最後的一個執行結果 但是地方政治大家都很清楚 地方政治就是封建政治 封建政治的特色是什麼 你的仆人的仆人不是你的仆人 他不聽你的啊 對不對 所以剛才上老講的這個狀況 底下為什麼那麼多反彈 底下根本不聽你的啊 你這個頭頭這樣子這種背叛 以後我連你都不甩你了 我受不了 可是因為就是這樣子 各自的亂戰 所以你會發現 他呈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結果 非常特殊的比方說 有些盤早就已經結束了 譬如說高雄 台南 新北 對 都沒有人討論啊 因為那個都覺得 對 那個太穩定了 那個都覺得一整年根本沒有選戰 都是在垃圾時間 對 不是只有兩天 是整年都是垃圾 沒有人要理他 對 那真正激戰的是 我們剛剛點名的幾個地方 那當然激戰最激的是直轄市 台北跟桃園 那只是說新竹現在文宣版面 對幹幹的最兇 然後地方倒戈也倒得最鮮明 好 可是他最後仍然會有政治版圖跟效應 因為蔡英文事實上要面對 即將卸任的這一個 後蔡英文時代的時間的來臨 而選戰呢 往往是這一個 會有新的政治能量跟政治定義 所以呢 兩天之後的選舉結果 我猜測判斷會直接衝擊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 那當然也一定衝擊國民黨的權力結構 你剛剛講朱立倫很想選總統 但是你認為他選不上 可是選不上還是很想選啊 選不上跟要不要選想不想選那是兩回事 那是兩回事 很想啊你想怎樣 所以呢 兩天之後真正的結果 他事實上的另外一個政治效應衝擊 是2024的大戰 我這樣子講啊 大家都把蔡英文想像成馬英九 馬英九是一個沒有掌聲會死的人 所以他卸任了總統以後 他不甘寂寞 他還是希望對於這個政治有一定的影響力 可是蔡英文不是啊 蔡英文的性格就是 他其實在當總統 他還是每天最有興趣就是摸他的貓啊 他對於政治的權利的那個意思 那有認識他的人說的就是 他就是那個那個英國人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他對於政治權利的後續 他不當總統以後的政治權利的掌控 他其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真正有興趣的是他底下的那些 掌握政治權利的人 是所謂英系的操盤手 那個才是 我老闆不幹了 那些人要失業了 要找新工作了 對 所以他們才是積極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他的代理人 不是他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搞清楚 那所以有很多人 為什麼其他的派系的人會幹嘛 然後就等沒關係啊 等到這次選完我們再來處理啊 所以一一二六以後 第一件事發生了 就是民進黨一定大內鬥啊 這個沒有什麼話 就是民進黨只要選情不好 我認為英系幾個核心成員一定是標的 對 我選民會出氣 我其他派系我也會出氣啊 我也有氣啊 我昨天跟日本人也倒缸露營 他都點名英系 還不是我點名的 對 那個氣息在今年 選戰期中就已經想要 差點要爆出來 然後又被壓下去 然後忍忍忍忍 忍到選舉人他一定要爆 好 這是英系 就是民進黨裡面的狀況 好 這個就像濃包一樣 你身體的皮膚有濃包 就是早晚要炸 對 早晚要炸 對 然後 國民黨裡面那個很簡單啊 國民黨有一堆濃包 對 很多濃包 也是要炸的 可是那是真的濃包 那就是濃 那個炸不開 好 然後 你知道國民黨沒有 從來沒有炸開的能量 所以剛才講說 這個朱立倫跟這個誰 跟這個侯友宜的東西 講白眼 後來就是選完以後 大勢的問題嘛 誰勢大嗎 誰當老大啊 你想 你想有什麼用 炸啊 你敢不敢 不敢 國民黨的人 你要說誰不敢 朱立倫 你是說侯友宜不敢 還是朱立倫不敢 不是 侯友宜假如勢大的話 那朱立倫就不敢了嘛 對不對 就不敢動 他也不敢炸 他想要弄些小動作 但是炸不開啊 朱立倫假如真的勢很大 像韓國瑜一樣勢大 侯友宜敢炸嗎 他也炸不開啊 不敢嘛 朱立倫現在要面對一個問題 他競選的時候 那個影片各位還記不記得 十六縣是六都過半 沒有我下台負完全責任 問題現在看來拿不到十六都啊 你知道他旁邊的人 現在在改口什麼 我們不看習士 我們是看我們全國贏的人數 就開始賴皮了啦 對啦 對啦 大家都會找 所以農包就是農嘛 你要知道國民黨人的特性 國民黨人的特性 尤其是幹部級的 就是幹部級的 他一輩子只會幹一件事情 叫做教說殺人 他連買兇殺人都不敢 他唯一幹過一次買兇殺人 請問一下教說跟買兇差別在哪裡 一人一百塊啊 叫施命德去把陳水扁幹掉 那叫買兇殺人 那教說算什麼 教說就每天在旁邊說 那個人很壞啊 那個那個撿撿撿撿撿撿 那你跟我一起去 不行啊我還有身家老小啊 這國民黨的人最喜歡幹這種事 所以他就是農包 而且是不會炸的那種農包 你懂意思嗎 所以就你的觀察 就算兩天之後民進黨敗選 事實上總統大選的選戰 很有可能還是再回到民黨的手上 對 然後明年的狀況很可能還是回到 回到民進黨手上 就中央選舉的政權 那應該還是在那 那庫尼我跟妳討論 台北跟桃園 如果民進黨都勝選 那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那如果一勝一敗我不討論 因為他就算打成平手 對 這個很簡單啊 那那個民進黨如果 桃園跟台北都敗選 那當然民進黨是輸家啊 可是我認為賴清德 搞不好是贏家 不是那個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我認為台北桃園敗選 第一贏家叫賴清德 第二贏家有可能算朱利 朱利倫 朱利倫就會說我拿回桃園的 我是老大啊 大家就問他十六席怎麼處理 要不要對現承諾 那就問啊 他跟我這樣講啊 那個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你看 那一點都不重要 這個他當然會這麼說 2018大勝之後 吳敦毅也是這麼說啊 對 他也覺得很 我第一名 我最高 沒有用啊 後來還是韓國瑜啊 對不對 好所以形勢比人強 那個是現實的問題 那不是理由的問題 好我們稍後回來